深圳骑行爱好者蔡女士 上午8点就在深圳联堂口岸久等候 全身装备的她正在等一群志同道合 却又未曾谋面的朋友 今天主要是带着我们香港这边的骑友 一起网友我们美丽的深圳 近日来自香港新清会的跨境自行车队 一行29人 经连堂香云维口岸抵达深圳 与深圳的29位骑友会合 一同骑行畅游深圳 这种特别的出行方式 也得益于连堂香云维口岸 特有的人车直达设计 以前的香港的关口没有人车直达的 比如说我们去罗湖口岸 我们只能从东铁就铁路系统过来 然后连堂香云维口岸是第一个人车直达的 比如说我可以走路去这口岸 我可以骑车去这个口岸 所以今天就是第一次推的单车 从连堂口岸拿着单车 然后推的单车过来 然后再骑单车过来这边 第一次在深圳踩单车 骑行路线的重点位于深圳水库 这里是深港两地最重要的饮用水库 供水占香港总量的70%以上 水库建成迄今已向香港地区供水120多亿立方米 实际上本次骑行队伍共有58名成员 香港和深圳骑友各占一半 以此共同纪念东升供水工程 对港供水58周年 香港新卿会副会长黄紫义表示 自己是喝东江水长大的 但也是第一次实地感受供水工程 平时我们对这个香港人对东江水的概念 很多时候就坐这个火车 去这个罗湖的时候 经过看到很大很大的水管 没有看到就是原来呢 原图我们广东省的城市 包括我们的深圳在这方面的 参与的一个部分吧 今天我看到原来我们喝的水 从这个水库也有部分流的过来 然后这个源头原来从江西 然后经过广东省合园 会说然后到深圳再供过来香港 我是喝东江水长大 然后吃着共港的肉也好 菜也好这样长大的 这是一个饮水思源的活动 我觉得很棒很有意义 跨境自行车队成员中 还有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成月明 一路上的鸟语花香 令他十分享受 活动还没结束 他已经迫不及待要策划下一场了 我今天那条路是我第一次来的 我不知道呢 这么美啊 就这么美啊 很美啊 想快点多点活动 还有多点运动来带动 我们两地的交流啊 我们两地的融合了 这次我们回去以后 我们也会发布一些新闻稿 一些照片 去到香港的媒体 推动宣传 除了骑行游览深圳水库 香港青年们近期还会前往东江源头 去到江西干州 全面了解干粤港三地 应水结缘的历史 开启营水思源沿血路线 香港青年黄锦玲 非常期待这次的旅程 从香港来到深圳定居的他 正在享受自己的新生活 我自己对国家的认同也好 理解也好 就非常熟识 但是当我每一天都在这边工作生活以后 我才发现原来 我还是很多地方我不知道的 然后特别这三年 就真的觉得自己现在是个深圳人 我觉得现在是我的第二人生 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包容 然后深圳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我非常喜欢深圳